Santa Rosa市 警方尋找中火犯 年少13間屋 一名住在Santa Rosa Creek Tray 附近的居民 Kenneth Barber 星期日凌晨發現自己的後院 突然起火燃燒 於是拿著水喉救火 他家的監控把音幕拍下來 不過就沒有拍到中火犯 而根據Santa Rosa市警方公布 這一個已經在附近第13宗 蓄意中火犯 目前沒有關於嫌疑人的線索 只能估計嫌疑人是一名 或是一群踩著單車的人 一連串的中火令附近居民非常恐慌 尤其是他們都是去年北加州大火的受害人 警方呼籲 如果有任何市民知道關於連環中火案的線索 都可以聯繫警方 電話707-543-4040 並提供2500元紅 天下維視記者 梁麗娜報導